不痛 都不痛了 不痛不痛 好 OK 现在很好就对了 81岁的林先生 日前因为呕吐 胸腹异常疼痛 由家人送往急诊治疗 都抖出来 都抖出来就对了 前一天晚上 就吃了一些花生 红枣 就吃了很多东西 又怕浪费 所以 他的胃肠好像就是垃圾桶 凌晨差不多两三点的时候 就一直呕吐 载他去来那个慈激医院 那时候就宣告病危 这个是他的胃啊 胀 是他破掉的地方 经过电脑断层检查 确认是靠近胃部的食道破裂 食物与体液 渗漏到胸腔 引起大范围发炎 暴饮暴食之后 他胃忽然撑很大 然后不是有些什么发酵的东西 会引发他想吐 其实不是靠胃收缩 是靠整个负压 就是增加 然后想把东西吐出来 他还来不及放松的时候 你这个一整个压力挤上来 直到下段破掉 就是靠近胃的地方破掉 紧急手术 清除外露的食物 胃疫并且修补破裂的食道 医师提醒 食道破裂死亡率高达20%以上 若出现呕吐 并伴随胸腹疼痛 要尽早就医治疗 大海新闻台北报道